男子抓起一只癞蛤蟆 伸出舌头就开始舔舌 癞蛤蟆已经尽力地长得难看又难吃了 却没想到还会被美国人舔 原来这种癞蛤蟆长得丑陋 入质难吃 但它却有一种神奇能力 就是它的粘液能让人上瘾 这种粘液其实是癞蛤蟆的防御机制 含有一种名为抢色暗的物质 能够影响人类的神经系统 让人产生一种类似吃药的致幻快感 不过舔式行为对癞蛤蟆来说是一种折磨 它们背部分泌的粘液 是用来润滑和保护皮肤的 但被人类反复舔时候 癞蛤蟆的皮肤会感染溃烂 甚至死亡 不过美国人可不是随便哪个癞蛤蟆都去舔 它们偏好索洛拉沙漠残除的粘液 这种残除生活在美国西南部 和墨西哥北部的沙漠地区 癞蛤蟆的粘液成本低廉 随时可用 只要跑到野外抓几只回来 就可以无限虚悲 享受新鲜出炉的神仙水 它们甚至还把这种小癖好 发展成了一种文化产业 舔狗们大量捕捉和饲养 导致癞蛤蟆供不应求 已经濒临灭绝 估计连天鹅来了 想舔癞蛤蟆都得排队